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續集在這裡面的 我是葉文文 我是葉皓 今天晚上有幾次 很高興看到我們有張愛的 還有滿多是特別為了今天這個音樂的來源 其實我跟在座很多人一樣 原本對我們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也是因為特地為了今天 所以我們開始查了一下 過往的歷史 我們知道它是1925年 蓋的建築物 1925年 道具體當然算是 我們知道那是一種很舊的建築物 但是一種很舊的建築物 但是一種舊的建築物 一定會被當作是個隱形 它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理念 它是台北市市立的隱形 之所以它有這個歷史意義 是因為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這個地方是以前的台北工廠 工廠館的地方 第二個原因是它曾經是在1997年的時候 就是陳水平當市場的時候 廢除工廠的時候 有一群支持性工作者權利 基本人權的這樣子的一群人 然後他們組成了日春關懷協會 那這是一個標誌著台灣在提 相信工作者 爭取人權的一個長子 所以它不僅是因為它舊 它本身還是因為它是一個 爭取人權的一個歷史性的建築物 所以它現在被列為是普及 但是呢 這一棟建築物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 其實我也這幾天 我才比較明白 我們有這樣子的規定 就是土地的權利跟建物的權利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在我們的政府的規定裡面 那土地權現在 我們都是屬於 這是市政府 台灣 台灣一個行 但是建物 建物是私人的 那這個建物 基本上已經是被私人買家 而且是一個房地產的 商人或投資客買走了 所以我們現在出現的是一個 上面的建物跟土地 有不一樣的產權 分屬不一樣的人 而且他們想要的 或者是對這棟建築物的未來 規劃有不同的想像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子 以一個問題的出戰 那今天我們會碰到 我們要談的這個議題 基本上大概涉及到三個層面 一個當然就是 土地 它到底是私人的財產 還是它基本上是 某種意義上的動物財 那私人所有的 就是私人產權的動物財 那有了衝突 那怎麼辦 那這一個問題 所以剛剛已經有朋友 特別提到 就是這可能會 牽涉到一些價值或原則的選擇 那我們能夠怎麼做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都庚 那都庚 那都庚 基本上當然就是 為了就是說 希望讓城市能夠更加的美化 或者是 往往是可能建築物行為過於老舊 所以 紀律安全的原位 所以我們希望讓它能夠 能夠 能夠就是 擋掉重新再蓋 但是呢 古蹟 噴跳 都庚 這兩者之間 也是有不同的 這樣子的選項 那我們今天 我們會 針對這個議題 我們有很多 很多的討論 當然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這樣子的建築物 它基本上 象徵著有整個 台北社過往的歷史 以及 我們希望它存貨廢 它涉及到是 我們對一個城市的想像 以及歷史 要如何的回復 要怎麼樣去回復 哪一部分的建築 來做我們的歷史基地 或集體記憶的象徵地 大概 這也是 我們都會 仔細去討論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是 按照 我們很高興請到了 君主過來 但是呢 我們希望 能夠有多一點的 互動 就是 大家可能對這棟建築 有相對比較不要錢的 或者是 認出的歷史 甚至呢 就是 現在的現工作者 他們的權益 還有工作爭取 跟市政府之間的公共權利 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大概也都可以 來討論 那 君主等一下也 他也會 從三個面向來告訴 來分享他所知道的 就是從 鵝鵝樓的整個 的歷史 以及支出 關懷協會 它的過往 以及現在的 關懷協會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這個 不即使我可以買賣 作為公共財 那之間的 價值與原則 如何選擇的問題 然後最後呢 也會 來跟我們大家 一起思考說 那 如果我們有意見 那這 文化局能夠做什麼 台北市政府 面對這樣的議題的時候 那科幣新政 已經上來了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 新的方案 尤其是 科幣有一個習慣 就是說 你要抗爭可以 但你給我提個方案 那我們也要共同來思考就是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 是一個非常可行的 比較好 兩方都能夠接受的一個訪問 那這大概是我們今天 所要討論的 所有的主題 跟目的 好那我們把時間線交給 均存 當然還給我們介紹 這整個日存的朋友 好 那 在進入報告之前 我也先做一點自我介紹 因為我剛剛聽了台下介紹一圈 我發現 雖然有很多人是責務的常客 對這個議題可能認識不了解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專業工作者 在面對 因為古蹟遇上不更這樣的議題的時候 可能都比我專業很多 那我先介紹我自己 就是 我其實是在 1997年 陳水扁還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幾歲 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好 最小的還沒出生 OK 那時候我20歲 我大二 然後陳水扁當年其實是 獨日中天的政治明星 就很像柯P現在的位子 因為當年他可是民進黨裡面 有機會問給總統大位的第一人 所以他其實一當選 他也是退出了非常多阿北行政 他就是跟柯P很像 就是他 因為他是第一個幹掉了國民黨的首都市長 而且是將來很有機會問給總統大位的人 所以其實是在他當選之後 他也幹了很多好事 譬如說 如果銀行沒錯的話 當年台北市的公測專用刀 也是他一開始提出規劃的 然後包括很多附贈事務所的 就是手續如何檢便如何便明 其實他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改革 但是在這些改革之後 他其實大概在他第二年來第三年的時候 他開始祭出一個政策就是掃黃 就是說我覺得當年的台北市 其實是在一個上升中的台北市 而且當年的信道德我覺得其實是 跟現在相比 我覺得也是在一個相對比較禁忌保守 跟也還在轉型的年代 比方說我高中升大學的時候 可能全台灣的第一個統慶電社團剛成第一 那包括那個時候婚前性行為 其實也都還是一個非常禁忌的話題 處女情節其實也非常的多 在我上大一大二的時候 何春瑞也才剛出版了他的豪爽女人 我講這些背景是要講說 當年為什麼陳水扁他可以用掃黃來做為他的心證 而且還得到了很多台北市民的支持 其實是在那個信道德 污民也還很強的年代裡面 大家覺得要做一個乾淨的台北市 把色情趕出去好像是一個很 在當年是很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 也不只是陳水扁這麼幹 其實很多縣市首長都用掃黃這件事情 來表達自己的魄力 那可就是在這個掃黃的過程裡面 國民黨的議員出來質詢陳水扁說 你怎麼可以一邊掃黃一邊還發放 合法的公倉許可證 公倉許可證當然叫妓女許可證 所以我們就看到國民黨的議員就出來 就是質詢他說你這樣市長不是雙重標準嗎? 怎麼可以一手掃黃一手還發一個合法的證件 讓新工作者可以 讓台北市有些新工作者是可以合法職業的 所以陳水扁就在這個脈絡底下決定了 他也要廢除合法的公倉 那當年合法的公倉有128個人 那我其實也是見到了這一群合法的公倉自己出來 即使他們戴著花帽 把自己的臉遮的密不透風 只剩下兩個眼睛露出來 可是他們還是那樣挺身而出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原來台北市還有合法的公倉 那其實對我當時而言 內心也充滿了非常多道德的衝突 因為我自己當年的成長過程其實也是 就是當年根本沒有性工作者這個詞 就是所有的那個面 整個社會面對這一群婦女 態度其實是典異的 台語就叫她們看小雜貨 那中文可能就說她們是禁或是倉妓 其實性工作這個詞都還是因為公倉抗爭出來 才開始 才因為他們的行動 因為他們捍衛自己的性工作的這個身分 才讓這個名詞在台灣開始出現 所以我說我的那個掙扎是 我也會覺得好像我從小到大的教育 都是說性不可以買賣身體不可以買賣 我的女性主義老師也都這麼說 那所以我覺得是在遇到她們的時候 因為看到有一群性工作者自己挺身而出說 她們要繼續層次這個行業 而且她們認為政府不應該 就說政府不應該自己為事 因為當年的社會局長是陳菊 陳菊就說非常是為了這群性工作者 開生命的令你善窗 把非常這個政策講成是 對這群工倉的恩惠 因為應該拿掉這麼剝削的工作 應該讓他們的生命去尋求別的出路 才是對他們好 可是我又非常清楚的看到 這一群性工作者自己站出來說 國家怎麼可以帶頭製造失業 國家怎麼可以把過去合法 讓我城市的工作給拿掉 所以就讓我會衝突於說 會讓我重新去反省說 欸我從小到大那麼快的接受 信不可以買賣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因為我自己過去 其實是在一個中產家庭裡面 所以從小到大不需要出賣勞動力 我也不需要打工 那更不用說我還要出賣我的幸福 而且工倉的站出來也讓我同時在反省說 會不會也因為另一方面 女大學生其實是一個情欲資源很充足的人 所以站在一個女大學生的位置上 我如果要找親密關係 要交男朋友或交女朋友 其實也不缺乏這樣的對象 所以從來也不需要透過購買幸福 那可是工倉當他們站出來的時候 其實會同時帶出來 會去工餐館的挑課是什麼樣的人 會去工餐館的挑課其實很多是 底層的勞動男性 那這裡面包括可能包括擔心爸爸 可能包括身心障礙者 可能包括外勞等等 很多我過去沒有去想過 他們的幸運該怎麼辦 他們的情緒資源該怎麼辦的人 所以我其實是因為這一場 工餐抗爭衝擊了我 才讓我去想說如果我去當義工 我換了一個跟我過去不一樣的社會位置 我會不會我自己在重新想親工作 這個議題的時候會不會不一樣 所以後來就去當了義工 然後後來認春協會成立 就留下來做工作人員 對就一直待到了現在 所以剛才這個背景只是要講說 剛才這個背景只是要講說 一方面日春協會的成立 其實過去長期以來是在 直接在工餐抗爭之後 那我們也開始在面對說 臺灣的性交易應該要處罪化 應該要合法化 應該要去污名 所以才成立了一個團體 那同時我孟隆在這一場抗爭裡面 其實他有很重要的位置是 他是工餐自救會的會館 就是說他不僅僅是一個工餐館 不僅是一個合法的工餐館 而且是工餐在抗爭的時候 就選了這個地方做自救會館 所以是很多小姐們一起群起開 就是集體開會的地方 所以他其實是當年 反肺腸運動的一個中心 一個基地 所以這一點其實也是 他被指定成無基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好 那所以 對 剛才葉老師已經幫我講了 我今天的報告就會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那我還是會 待會兒延續這剛才的這個簡介 還是會再講一下國盟樓的歷史 跟日春運動的源源 那第二塊就會是想要花力氣跟大家解釋說 因為國盟樓現在的意義是 他其實 他除了是台灣第一個標誌性工作和計權運動的古蹟以外 他現在也是全台北市第一個 要遇到都更危機的私人古蹟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在台北市第一起這樣的案件 所以他到底怎麼解決這個案件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會有一個指標性的作用 所以 我剛剛是說 我的報告第二個部分 就想要來跟大家解釋說 到底為什麼古蹟可以拿來草地平 古蹟為什麼可以拿來度根 因為很多人聽到這個case的時候都會覺得 蛤?古蹟可以買賣嗎? 古蹟可以 古蹟又不能拆到底要怎麼度根 到底要怎麼獲利 所以第二塊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從投資客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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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眼裡看古蹟的時候 會看出多少錢 那些錢是怎麼變出來的 那第三塊呢 就是想要邀請大家 就是 我覺得是請大家想像自己 就是文化執掌 或者你就是都發執掌的人 剛剛不是很多人 是都市計畫專業嗎? 建築專業 如果今天 因為都 土基是文化局的業務 但是都根是都發局的業務 就是都市發展局的業務 所以我們現在的文化局長是 尼崇華嗎? 都發局長是林中銘 他們都已經開始對這個案子 都已經在頭大根在想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我也想要邀請大家一起來想 如果今天你就是文化局長 如果今天你就是都發局長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個非常棘手的議題? 好 所以大概會有這三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只是很快的點一下核心的問題 就是在羅摩樓的整個都根裡面 其實碰到的是公有土地類私有化的問題 因為待會兒再讓大家看 整個羅摩樓都根基地裡 其實有七成是公有地 沒關係 這個待會兒再講細節 然後第二個是文化資產 而為生產容積工具的問題 第三個也是葉老師剛剛有提到的 私有積極作為私有的公務 他既是私有的 可是他又是公務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私有的所有人 他把拿這個公務來謀利 可是卻要損害這個公務的無形價值的時候 政府到底要怎麼介入 這就是出給大家的考題了 我們先來很快來看一下 羅摩樓他在哪裡 大家去過寧夏夜市嗎? 稍微知道了吧 他其實距離寧夏夜市很近 他就在寧夏夜市的 寧夏夜市在這裡 這邊是進修女中 這邊是寧夏路 這邊是回水街 那整個都根基地呢? 我們有光景嗎? 好,我先 就是從這邊開始 一直到這個轉角到這裡 這很大的一個正方形 是羅摩樓的整個都根基地 就是他在四年前 在2010年底的時候 已經有建商巷洞這邊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是一個就是阿阿小小的 兩三層樓的平房 就是老社區 但是他面臨了大馬路 而且他其實是商業區的用地 所以他如果開發起來 在台北市商業區可以蓋的 容積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如果開發起來 將來建商現在打算是把它開發成27層樓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那個土地地是還蠻大的 下一頁 對,整個都根案是90億的建案 大概1000坪土地 土地大概有1000坪 那這1000坪土地裡面大概有70%是公有地 所以理論上公有地作為最大的地局 其實是最有權力說 我既然是最大的地局 那我站在政府的立場應該要換回什麼嗎? 或者是最有權力站在一個主導者的立場說 我期望這個都根案長成怎麼樣子 但是很可惜的是在過去這三年來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 在前任至少在前任好樓邊任內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市政府要站在這個立場 來主導這個都根案的進行 下一張 就是剛剛說70%是因為44.5% OK 好 就是剛才講的70%的公有地是兩個公有,兩個地址 一個是舊的檢查宿舍 它是台北市政府的地 佔了44.5% 那另外是台灣銀行 就是大家看到綠色的部分 佔了24% 所以 其實加起來是70% 但是市政府 之所以 不足導入根 它用的推卸理由也是說 因為他們單一 譬如說市有地 並沒有超過50% 就是它單一的地主並沒有 應該是說 從市政府的立場 它覺得說 我的地並沒有超過50% 所以它不用來主導這個土根 可是其實 就不同的公有地加種起來 是70%的 你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嗯 好 下一頁 這一條街就是 嗯 是不是 我按到請 好 這個地方就是 我蒙龍 就是在歸衰街上 其實是有一整排 從大正起期 從1925年代 從1925年代左右 就留下來的百年的老房子 但是這一群老房子裡面 只有 我蒙龍 應該是說 我們在2006年 推動指定的時候 就很希望 把一整排的 那個老房子 全部都被指定下來 但是 嗯 只有我蒙龍 因為它的地 是屬於台灣銀行的 所以它 比較敢 就是比較願意被指定 那其他間 因為都是私人的地圖 所以對私人地圖來說 它還是期待 可以拆掉重建 嗯 更何況 更何況 羅蒙龍 因為這一代 我覺得倉管 畢竟是有一個信道德的入力 所以對很多地圖來說 並沒有很希望 這些老房子真的被留下來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它不太是一個 一個寺廟啊 宗祠啊 是一個好像你講出去 會可以很 很大方 然後很正面的資產 對 那倉管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當地 它還是有一些屋名存在 所以即使有很多老居民 過去他們的工作 也和這一行息息相關 有很多老 譬如說 隔壁其實是開銀樓 那在隔壁其實是開藥房 其實過去都跟這個行業息息相關 但是當他們考慮到說 到底要不要把房子 真的永久這樣留下來的時候 還是會很猶豫跟顧慮 那那個顧慮裡面 一個是房地產的利益 就他們還是覺得普遍 還是覺得拆掉重建 是比較有價值的 那另一方面是 跟剛才說的這個屋名也有關 對 所以最後我們只有 在2006年的時候 只有爭取到 把伯蒙樓給指定下來 下一頁 好 這個是建商現在畫的圖根的圖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它拆掉重建 這個27層樓 這基本上是建商現在的規劃 那除了伯蒙樓是古蹟 它不能被拆以外 其他的房子全部都要被拆掉 下一頁 下一頁 好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文蒙樓 它其實從什麼時候開始被注意到 其實它是1925年 新建 那1956年開始 就是那時候 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也打算就是進場 因為國民黨當然也覺得 這個行業違反戰良風俗 不應該讓它存在 可是他們很快的就發現 幾十萬大軍都跟著 從大陸一起撤退過來的時候 其實表示台灣這個島上 一下多了幾十萬大軍的 生理需求要解決 如果你們看過軍中樂園 就可以想像就是在那個年代裡面 其實你很難處理一下多了幾十萬大軍的時候 到底要我們的出口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很有趣喔 反而是台北市 帶頭說我要工艙 我要有一個合法的工艙管理制度 那主要目的其實是在控管性命 控管公共衛生 對 那 但是文蒙樓真的被注意到 其實是因為1997年我剛剛說的 陳水扁的非常帶動的 整個反肺腸的抗爭 下一點 那我覺得 文蒙樓的存在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 我記得當國 就是因為工艙抗爭後來成功了 所以他們爭取到緩廢兩年 很難爭取到永久的合法化 但是他們爭取到緩廢 所以在緩廢兩年的時候 這張照片 其實是 這裡面有我 我坐這裡 就是當年 這張也是在文蒙樓排的 那其實我覺得進去的時候 對我來講 很大的一個衝擊就是說 欸我發現 小姐跟客人的互動 其實跟我原來這個 自以為 對是女性主義者 想像的差很多 就是說 我剛剛不是講嗎 就是那個年代 很多的論述都還是會覺得 啊性交易是一種剝削 性交易是一種 就是性是不應該被出賣的 所以我想像中也都覺得說 欸好像性交易這個行業 就是客人來有錢的來卸育 然後小姐就變成是一個卸育的工具 但是其實我坐在這個客廳裡的時候呢 就是跟小姐們坐在一起的時候 才發現 欸其實在合法的工廠館裡面 不會只發生客人打槍小姐的事 也會發生小姐打槍客人的事 比方說 我有一次坐在這個客廳裡面 就明明白白的看到說 有客人走到門口 小姐就跟他說 你又進來了 你們猜為什麼 想想看 什麼樣的客人 是小姐最不想接的客人 身上有異味 身上有異味 他那時候走到門口 還沒有到有異味 他看起來還算乾淨 應該這樣說 酒醉 欸答對了 好就是小姐最討厭的客人 No.1 就是酒醉的客人 就是因為如果喝太醉了 會發生消費糾紛 因為在工廠館裡面呢 他們其實15分鐘是一節 就是以15分鐘為計費難為 15分鐘就要1000塊 所以其實是一個還蠻 春宵給客幾千金 就是一個很很很很寶貴的一刻的黃金時間 所以如果15分鐘到了 如果是酒醉的客人很容易15分鐘到了 如果還沒有做出來 就會發生消費95分 他可能就不想付錢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客人其實是有一點點狼腔 然後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小姐就跟他說 你不用進來了 然後就想說 就是在合法店裡面 小姐跟客人的互動還是很平等 或者是說某種程度 膨脹了他們可以性自主的空間 下一頁 對 那這一張照片呢 在中間的就是 當年工廠自救會的時候 自救會長官秀琴 他是一百多個工廠裡面唯一一個 就是完全不蒙面 完全正聯式人 然後你從這張照片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性的一種坦然跟自在 所以我覺得整個抗爭期間到 以至於抗爭結束以後到後來 就是小姐們的獻證說法 其實吸引了很多 我覺得不只是讓很多年輕的少男少女們 有機會面對性這件事情可以更去正視他 那同時也是讓很多在社會上被污名的族群 比方說同志跨性別會被吸引 因為就會覺得說 這些性工作者們他們自己面對這個污名 都願意坦然而出的這個力量是很強悍的 下一頁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前面要講這些歷史 其實是要講說文龍龍 他為什麼在2006年可以被指令成古蹟 其實很大一部分 是伴隨著1997年反肺腸運動以後 日日春還是不斷的在餐館裡面活動 而且我們其實是經驗到在餐館裡面 就是使用餐館來辦活動 其實會吸引到很多過去在這個社會上面 被污名的族群 包括譬如說性工作者的兒女 也會有很多人來到餐館裡面 他可能看展覽、看鏡片 那其實也都會再跟我們分享說 過去他其實在社會上面是沒有機會 去跟別人說他的媽媽是小姐 或者是他的媽媽也很難跟這個兒女直接的分享 他作為小姐的一個勞動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文龍龍這個餐館古蹟的存在跟目的 其實有很大部分是跟著這個反污名的運動 是扣合的 他的存在某種程度是讓曾經被這個政權要排除的 要被廢除的風艙在這個城市的地底裡面得以存在 那這些是就是令村後來在使用 就除了羅蒙羅以外也使用了其他的倉管空間在半活動的情況 往下 好 所以為什麼2006年羅蒙羅會被指定成無基 其實就是剛才講的這幾個有 第一點是跟硬體有關 認為他保留了巴洛克時期建築的元素 那第二點就是跟他的軟體和社會意義有關 包括他作為一個反非常運動的中心 那第三個則是跟當年還維持了公餐館的氣氛有關 下一頁 好 所以 其實 嗯 羅蒙羅經過了前面這麼長的過程被指定成無基以後 那是到了三年前 2011年 有投資客進來了 那這個投資客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說羅蒙羅的產權有一點點複雜 他的地其實是台灣銀行的 但是他的屋是私人的 過去是一對老夫妻 不是老夫妻 過去是一個年邁的爺爺和奶奶 他們所共同持有 那但是在三年前 因為他們年紀也大了 他們大概就是正好那時候也有碰到經濟上的問題 所以就想賣掉 就想籌款 那本來日春我們當時是知道他們想要賣 而且我們也非常想要買 嗯 但是我們三百萬 三百三十萬 對日春來講還是一筆大錢 從房地產市場可能是小錢 但是對日春來講是我們大概三分一年三分之二的經費 所以當時我們還在討價還價的過程 也以為還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 結果這個前五組就應該是就半途殺出了一個陳曉金 就殺出了這個投資客 那這個投資客他當然就是非常有這個投資的眼光 待會我會來講到底為什麼可以賺錢 但是總之他阿薩利的一口價馬上就買了下來 那我們其實是到他買了下來之後 我們才知道就是等木已成之後以後我們才知道 他竟然已經被這個投資客買走了 那所以投資客其實是買了屋殼 就是一個百年的老屋子 對那他花了三百三十萬 那可以麻煩就是放PPT的人幫我接另一個檔案 就是接下來是要跟大家解說 到底為什麼可以賺到錢 到目前為止有疑問嗎 沒有喔 好有疑問的話就大家隨行講 下一頁 好 對接下來是想要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解釋 到底如何 到底股基是如何可以拿來獲利的 嗯 往下 好 農基率是什麼 可以吃嗎 簡單說 好 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是說 古基為什麼可以參與路根 因為古基又不能夠拆掉 對不對 他不能夠拆掉不能夠直接在限定蓋起新大樓 為什麼他可以參與路根 那簡單說其實是 每一塊土地都有依照法定 他們可以蓋的容積率 那即使他可以蓋的這個容積 他沒有辦法在古基的陷地上面蓋出來 他也可以移到別的地方蓋出來 簡單說是這個概念 但是我們可以吸引你看就是 以國蒙樓所在的這個地方來看 國蒙樓的容積率 因為他是商業區商山內用地 所以他容積率是560% 那他有26坪建定 所以他可以有的合法的容積其實是145坪 那如果以市價來想的話 你稍微用市價來想 在大同區這個地方 現在新的屋子 大概一坪可以賣到80萬 你如果用差不多150坪 每一坪用80萬來想 差不多就是1億2000萬 所以其實小小一塊地 就可以蓋出這麼多 市價這麼高的房子 那但是我剛剛說了 這些發展的權力 基本上是伴隨土地而來 但是剛才說了三年前的那個買主 他叫林立平 那他買下這個屋子的時候 他只是買下了屋殼 其實沒有地 所以剛才講的這個1億2000萬呢 基本上是地主 是台灣銀行的份 但是因為他擁有了屋殼 所以他也可以取得 其中大概百分之15到25的份 所以這是最基礎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地 他本來就有他可以發展的容積 那今天雖然 今天雖然因為他是古積 他不能在現地蓋出來 但是他可以發展的這些容積 是還是可以拿到別的地方去蓋出來的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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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這一份泡泡泡 比較是為了如何賺錢 做得非常非常仔細的泡泡泡 但是我覺得待會我們 就是我覺得今天我們可以先講一個概念 也許不用講到非常非常仔細的每一個數字 但是我覺得是讓大家帶著這個概念去思考 就是這個投機客他買了容積 他可以怎麼獲利 他有兩種方式可以獲利 第一種就是 第一種就是容積移轉 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是當年政府為了推動那個 不是政府 民間團體為了推動底化街的保存 就是當時也是想要把一整條老街都保存下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 就對地主來講 如果我保存了一整條街的古蹟 可是我完全不能蓋新大樓 那地主一定是群其反對嘛 所以容積移轉這個制度 我覺得他一開始不是一件壞事 他只是民間團體去推動說 好 那既然我們要推動指定古蹟 希望政府可以有一個制度 是讓這個地主本來可以發展的這個權力 移到就是賣給其他建商 移到別的地區去蓋 比方說我迪化街不能蓋了 那我可以把這個可以發展的容積賣給建商 建商可以拿到東區去蓋 懂我意思嗎 建商就可以在他本來其他的建案上面 加蓋這些容積 因為其實每一個地區都有他被規定 就是可以蓋多少的容積的上限 可是一旦容積可以買賣的話 建商就可以在別的地方把它蓋出來 這樣的話對地主來說就不吃虧 所以這個是容積移轉的概念 那但是第二個我覺得現在可怕的是說 台北從台灣開始有了都根條例以後 它還有第二種方法 就是說我這個容積我不用拿到別的地方去蓋 因為像文盟樓它本身就要被避燈 就是文盟樓這個建物本身不會被拆掉 但是反正後面要蓋新大樓 剛剛不是說它要蓋27層樓 所以我文盟樓沒有蓋完的這個容積可以拿到後面這個都根基地裡面 就是拿到這個27樓裡面去把它蓋出來 那這樣會有什麼危險呢 我們待會往下看 好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容積移轉其實是古積獲利的特殊劑 就是它本來就是為了補償這個地主的開發權我沒有用完 所以它就是可以賣到別的地方 往下 好數字我覺得我今天就不帶大家進入了 但是大家有一個概念就好 就是如果是容積移轉 容積移轉會比參與都更它的獲利低一點 因為如果我今天只是容積移轉 那我是把我沒蓋完的東西賣給建商 那建商再拿到別的景地去蓋 所以建商買的是一個還沒有蓋出來的容積 所以它獲利會比較低 可是如果我今天就是參與都更的話 等於我這些容積可以直接在都更基地上面 把它實際的蓋出來 懂我意思嗎 它就變成是一個新建案的房子裡部分 所以當然它的獲利會比較高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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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參與都更為什麼會更為可觀呢 嗯 都更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開始為什麼會有都更這個法令 在座很多專業者如果我講錯了可以隨時糾正我 因為我其實就是個外行 是從這個事件才開始在 這個 才開始在學習這些 看起來有充滿專業門檻的事情 就是說 都更條例裡面 一開始會有都更條例 其實是因為市政府要獎勵建商 跟獎勵居民 就是在把老社區 把老屋子 換成是新大樓 因為如果全部都是那種百年老房啊 幾次年老房啊 大家也可以想像 可能會有很多的公共安全的問題 或者是他可能久了以後 就會有年久失修 不好處 或者是沒有電梯 或者什麼什麼 各式各樣的就是環境的問題 會產生 對 那可是如果沒有利益可圖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人 可能就不會有建商進來做 所以都更條例 我覺得他某種精神是 他獎勵這些建商去那些所謂的娛樂地區 年久失修的地區 然後獎勵裡面也特別寫了 包含古蹟所在的地區 就是獎勵建商去這些地方 把他翻新 那為什麼要獎勵建商去 把都更納進來都更 為什麼要把古蹟納進來都更呢? 因為我覺得政府也是想像說 如果今天都更裡面 就把古蹟納進來 那很多年久失修的古蹟 你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嘖 就是我覺得起心動念 是跟這個有關 可是當政府給了非常多獎勵進來了以後 我覺得就會發生另一種很 對 以文文文的這案例來說 就發生一種很奇異的結果 是說 好 政府獎勵大家進來 獎勵建商進來 把古蹟納進去 可以想像是可以透過這個過程來維修 可以透過這個過程來把這個古蹟給修復 但是就有熔基蟑融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巫竹 林立平 他就看到有地可圖 他就跑進來 然後想要透過這個都更的裡面 跟古蹟有關的獎勵配A錢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說 古蹟山與都更有什麼好處 古蹟山與都更呢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很基礎的 本來從這個地生出來的容積以外 他還有很多的額外的容積獎勵 是跟古蹟有關 比方說古蹟修復可以給獎勵 古蹟把古蹟捐贈成公益設施 也可以給獎勵 所以就非常非常多的名目 是跟古蹟的這個存在有關 所以就變成剛才一開始說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是說 如果是基礎的容積 大概是150坪左右 換算成市價可能1億多 那他參與都更的時候 就已經膨脹到2億了 然後再來是跟古蹟額外的容積加起來 也有2億 所以這個小小的文蒙樓 換出來的立體價值就變成是4億 往下 再往下 這4億怎麼分 這4億裡面當然還是剛才說的 地主 其實最主要是地主的發展圖地 所以台銀地圖可以分到很多錢 那在這過程中 建商也可以分到很多錢 是因為建商負擔的整個都更基地的整合營建等等 那可是我覺得很奇妙就是說屋主 你想喔就是這兩個人 一個是劉順發一個是領地坪 他們花了330萬買下這個5基 然後他們什麼也不用做 就可以換回3000萬在都更裡面 就大家可以想像現在有這麼好的那個 投資報酬率的商品嗎 你今天買下 對啊我們作為一般小上班族都很慘嗎 你很難想 我們現在聘存的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點多 都已經這麼少 可是這邊是多少 百分之一千 在大概五年裡面 如果這個都更順利的話 基本上這個屋主 他只是買下了古基這個房子 他什麼也不用做 什麼也不用幹 他就可以在都更之後分回3000萬 就是我們說的十倍的暴利 往下 好 所以在幫我接回原來的那個那一份 所以我們在這過程中其實是 我覺得是很清楚的經驗到就是說 原來一方面是我們這個門外函 也是完全不知道原來買下這個古基 他可以有這麼多種獲利的途徑 那其實也都是在這三年不斷的搏鬥的過程中 才一點一點的清楚 因為我們就是龍蘭嘛 就是完全沒有那個投資理財跟命跟視野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 這麼小的一個房子居然可以爆鑽這樣 那可是我覺得另一個讓人很痛心的是說 你們剛剛看到說 欸他其實可以這樣爆鑽 除了 除了是他這個地本來可以有的發展權以外 還包括了都跟裡面各式各樣跟古基有關的獎勵 那可是那這個古基 就像我剛剛說的啊 就是他可以這樣這麼多錢 是為什麼 是過去17年前工艙寧願戴著工艙帽 上街被人家吐口水 都還要這樣走出去 為了自己的權益抗爭 才換來這個古基 可是這個買族林立平 他買下這個古基以後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日存趕走 就是他買下這個古基以後 做第一件事就是跟我們說 以後不租給你們了 因為我們的租約是跟前任務主定的 那這個新的屋主一買下來 他就說欸再見 以後這個屋子不需要你們了 所以對我來講我當然會覺得 很想罵髒話喔 就是我會覺得我過去這十幾年的青春 老苗的青春是在幫你賺錢嗎 我過去這十七年在這邊 然後幫你從三百萬換成三千萬 我是怎樣 我每年都在幫你賺錢 好像我們所有就是 這裡面當然不只是我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古基它本來是一個大家的公共財 可是只因為今天這個投機客他有錢 他買下的這個地方 他還可以拿這個公共財去換錢 可是他一邊換錢的同時 他一邊是對原來的這個基倫文化是 棄若必喜 他是巴不得巴門掃地出門 他是完全一個門外漢 因為這個地 因為買下來的這個屋主 他自己就是一個容積買賣商 他自己是一個房地層開發商 可是他從來就是沒有要尊重這個地方的意思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兩手策略是 他一邊宣稱自己要避嫌 沒有要去賺乳機 但是他買下這個房子以後 另一個同時開動的事情 其實是在他買房子之前 他就去探索過的事情 就是他要跟台銀買地 懂我意思嗎? 因為剛剛不是說嗎? 很多發展權都是地圖的權利 所以如果他真的有順利買到地 他其實剛才那個四億裡面 他絕對可以賺上億的錢 所以其實他買下這個屋 是因為這個屋主會有 買台銀地的優先的成功權 而台灣銀行的地 又會在都更裡面釋出 因為我們台灣的都更條例是規定說 只要是公有地 一律要配合都更 而且台灣銀行的政策 的確就是會在都更裡面把地賣掉 所以其實這個屋主在2011年 買下羅蒙樓以後 台銀是在2012的年底就賣了地 可是因為當時就是日春已經出來抗議了 所以台銀他雖然賣掉了這個基地裡面 大部分土地但是文盟樓這一塊台銀後來沒有賣 就是因為 懂我這個意思嗎 就是這個屋主他是想要買地的 但是從日春的角度 我們當時當然會覺得說 這樣太過分了 如果這個屋主他又可以順利的買到地的話 那將來他就要荷包賺寶寶就好啊 就沒有人可以再牽制到他了 那與其這樣 我們當然希望古基的土地 還是持有在公家手上 因為這個狀況很微妙嘛 地是在公家手上 屋是在私人手上 而且我一開始說 這整個都更基地裡面 百分之七十都是公有地 那本來最理想的狀況 應該是公務門用來制衡私人 可是怎麼會變成是私人吃掉了房子之後 要再去吃那個土地 然後以入戶大賺他的那個私有財呢 所以日春在當年是 就是我們在前幾年是介入就是去呼籲 我們其實是呼籲台銀所有地都不應該賣 也不只是我們樓的地 因為因為公有的 因為土地其實是一個很稀有的資源 如果今天公有地在政府手上越多 政府院能夠就是 政府院能夠把它拿來共用 可是當你今天公有地 不斷隨著都更賣掉賣掉賣掉 那你將來政府想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公有地可以做了 就像柯P現在他會用公有地來辦公共住宅 可是你可以想像如果我們的公有地 在過去這一過程中就已經賣掉大半了 其實那個資源就會越來越失少 所以我們其實是看到他一方面宣稱自己 要發行回顧古蹟 可是他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相關的經歷 那包括他在這三年的過程裡面 他宣稱說願意無償借用文盟樓的空間給公眾 可是他在一買下這個房子要求我們搬家 然後日日春也不肯搬的時候他就去提告 他就去告我們 然後包括他也曾經就是發行給文化局 叫文化局叫文化局要日日春搬家 就是他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說 文化局作為文化的主管機關 在過去這三年裡面其實開了不下一二十次的協調會 可是這個協調會開到最後就是林立平其實就是拒絕出席 而且還發文跟文化局說你不要叫我再去開會了 你再叫我去開會我就要告你騷擾 然後那個他還我剛剛要說什麼 而且他這三年怎麼說呢 就是我覺得他一開始的時候是比較沒有隱瞞出現自己 那個投資客的樣子 因為他即使是出席文化部的協調會 他也很清楚跟文化部說 啊我作為屋主你官方就是應該來告訴我融機要怎麼賺啊 就是你就是應該來保障我的融機的利益啊 那你要問我古技怎麼維護 我今天不想要回答這個 就是他一開始都還會很清楚的出現他的這個面目 但是因為這三年來日春不斷打仗嘛 所以打到最後我覺得他現在已經學乖了 他已經越來越會使出像我剛剛說的兩手策略 就是他越來越會宣稱說 我當初就是發行要維護古技我才來買的 就是所以呢我是願意進我這個納稅義務人的這個義務 我願意自己提撥錢來收他 願意自己提撥錢來幹嘛幹嘛 但是總之講到最後就是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他現在為了不要讓日春繼續經營這個地方 所以他自己也越來越遠的 好像他就是要維護這個土地的 就是越來越會裝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看各位文化局長 各位杜化局長 如果你們是局長你們怎麼辦 往下 這個是他的容積買賣的網站 就是他現在已經把這個網站撤掉了 但是一開始看到這個網站就很清楚 他買賣的容積也都是上億的 他名下 不知道有多少房別長 往下 往下 再下一頁 好 所以這邊就已經快要接近尾聲 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到底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如果今天是文化局 那到底可以怎麼辦 那一個跟古基購買相關的法條 是在文子法第28條 他規定的是古基跟他所定著的土地所有權益賺錢 應該事先通知主管機關 其屬私有者除繼承外 主管機關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資權 意思就是說 文龍樓當初在買賣的時候 是要通知文化局的 文化局有優先購買權 事實上這件事有沒有發生 有發生 就是文龍樓在買賣的時候 的確有通知文化局 但是文化局有沒有去審議 考慮優先購買 當然是沒有 文化局完全沒有去審核 這個買主到底是何方神聖 是什麼角色 也沒有在事前的時候去查說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心要維護這古基 他打算怎麼維護這古基 所以當初的購買的時候 其實就充滿漏洞 下一頁 再來就是 其實我覺得就是算是在過去這三年的過程裡面 就是跟屋主有非常多的交手 那曾經有一度 就是我覺得前面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和平共處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一開始很天真 就是我們覺得說 一個投機客他買下了這個房子 其實如果他像剛才說的 即使他想要去賺那些利益 那他賺那些利益 跟他繼續租給日子村 繼續維護這古基 其實也有不衝突啊 對不對 其實不衝突吧 所以他一開始買下這個房子 要跟我們說要搬家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跟他夫妻說 其實你要賺這個錢 你要賺容積的財 跟你繼續租給我們經營 其實完全不衝突啊 但是他就拒絕了 那後來的三年裡面 我們也試了很多方法 譬如說我們提說 欸 加價到五百萬跟他買 他又不願意買 那是不願意啊 對不對 你們都已經看到了 他可以賺三千萬了 那所以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其實大概有兩年 一年半到兩年的過程 其實建商提出來說 就是像剛剛說的 既然把古基捐贈給市政 所以如果今天在一個獨根案裡面 如果這個屋主願意把羅蒙樓捐贈給市政 主當公益設施的話 其實是有額外的容積獎金 那建商就提出說 那我們用容積獎金來交換 你屋主臨利品可以拿到三千萬的容積 但是相對的代價是把羅蒙樓捐贈出來交給市政 其實不是捐贈的啦 這就是交換 要不要 但是這個 林立品也始終就是從頭到尾都拒絕了 就是他 我們覺得是對他來講 他覺得錢還不夠多 我們有從他的朋友側面聽說 他覺得應該值五千萬到一 所以就知道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就很歐啊 就是覺得說 好 又再來一次又很想不要髒話 就是覺得老娘們青春是自己拿來給你賺錢的嗎 好 你想要一億如果 所以我過去十七年每年幫你賺五百萬就對了 欸真的很過分欸 他拿古蹟來賺錢 可是這個古蹟的原來的創造這個古蹟價值的人 根本就不是他啊 他還可以把創造這個價值的人一腳踢開 好像這些都與我們無關 所以我們 欸對不起上一張 我要看那個 對 所以我們後來才會 一直在打一件事情就是 文化局應該依照文資法二十四條徵收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他的法條有什麼規定 古基金或主管機關審查 任因管理不當至有滅失或減減價值之餘者 主管機關的通知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 藉其為改善者主管機關得 淨為管理維護修復並徵收代理型所需費用 或強制徵收古基及其所定的古基 有看懂嗎 就是因為在文資法裡面 我覺得大部分的規範是在規範 所有人如果他拆掉古基可以怎麼處罰 就是他如果毀滅了這個 他如果拆掉了這個古基的硬體是有法則的 雖然法則很輕我們都知道 但是是有法則的 但是在文資法裡面很少對於 如何維護古基的軟體有一個規範 那這24條其實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看到比較能夠廣義的來解釋 就是當他已經減損了這個古基的價值的時候 可以怎麼辦 當然這裡面行政手段重新到重有很多種 但是我們認為如果你過去三年 你文化主管機關要好好去協調 這個屋主都拒絕了 那為什麼你不乾脆採更硬的立場 就是我主管機關其實是有一個強制徵收的權力 因為你如果不強行介入這個所有人的私有產權 那這個所有人他永遠都可以認為說 欸屋子是我的啊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就是回到我們一開始在說那個問題 就是說私有古基他作為一個私有的公務 他到底是一般人的私有財產還是他是市民的公共財 那在私有古基上當然兩種性質都有 可是今天一個所有權人他到底可不可以因為 欸藏著這是我的私有財所以他為所欲為 還是我們當然認為說在經過過去這些年以後 文化局應該更強的站在更強硬的站在一個 捍衛古蹟的立場說如果你繼續破壞下去 我就要把他徵收回來 你不要以為這是你的所有財 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其實是在挑戰說到底今天一個開發跟保存 其實他就說這個案例我覺得他的特別是說 他也不太像一般過去我們知道的很多文化資產的案例 是說欸屋主因為覺得強拆以後更有房地產價值 所以連夜就把他拆了 上包兜裡就是連夜就把他拆了 但是文猛樓是另一種是說欸古基原來也有利可苦 古基原來留下這個地方其實在圖坑裡面還可以換到很多獎勵 所以這是另一種融機蟑螂的介入就是說 我不會拆這個古基啊 但是我會拼命的拿這個古基來謀取最大利益 最大的經濟利益最大的土地利益 但是不是謀他的最大的文化利益的時候 到底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提了徵收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過去這三年的真意裡面 一直到去年的9月底才在台北市的都委會裡面做成決議 就是把文猛樓劃出杜根 因為這個是像剛剛說的過去這三年來 文猛樓都一直在杜根範圍裡 那本來也很希望是透過交換的方式 看可可以跟這個屋主林立品區的一個共存 但是他也都拒絕了 而且還嫌錢不夠多 那我們當然覺得你繼續把他留在都根範圍裡面 就只是讓他可以繼續獲利而已 所以我們是主張把他劃出都根範圍 那在去年9月底的時候也達成了 台北市的都審會也達成了這個決議 那到去年10月底的時候 我們也逼到文化局長劉威公說 如果屋主再不提出具有工艙精神的管理維護計畫 跟漢正雄合作的話 就會在11月底啟動強制徵收 就是說其實是過去這三年裡面 文化局一開始就是站在非常非常被動 跟非常消極的態度 那個時候我們都覺得文化局大概只是等著 屋主告我們的官司日春告書了 文化局就可以說尊重司法啦 依法行政啊就可以袖手旁觀 那其實我覺得也是逼到了最後一年 因為整個議題有慢慢的在輿論上被帶起來 所以文化局也才開始有壓力 所以文化局是從去年5月的時候開始 在過就是在屋主已經買下這房子兩年了 以後這個文化局開始要求屋主說 要提出管理維護計畫 那這個屋主其實之前一開始只是都提不出來 那但是到11月底 因為文化局已經寄出這個強制令啊 文化局說如果屋主在11月底再不提出來 屋主就是文化局就要啟動強制徵收 所以如果你是屋主你會不會提 會 對 他就在11月底交了一份 100多頁的管理維護計畫 但是裡面95%都是超日春的 所以他這一份100多頁的計畫 是在上禮拜在1月6號的時候 進入了文資位一來審查 可是我們其實從認算的角度 我們其實在過去這一年裡面也一再跟文化局說 我們根本就認為不應該用管理維護計畫 來作為一個標準 因為我們覺得計畫寫的再好就是作文比賽 你們知道嗎 這個屋主他因為他自己寫不出來 所以他現在他1月6號的時候 有公開在文化局說他已經開價開到500萬 去找寫手來幫他寫管理維護計畫 你們覺得很好笑嗎 他花了330萬買了這個房子 卻要花500萬找寫手 來幫他寫這個管理維護計畫 你們覺得他可以賺到多少錢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他買這個房子不過300萬喔 可是他現在為了捍衛這個私有財 他已經花了500萬找寫手 所以我們之前其實一直在跟文化局 阿古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覺得重點不是在計畫的內容本身 因為計畫就是一個作文比賽 他只要找到一個研究生 找到一個博士生 隨便都可以擺出一本很像樣的 很人模人樣的報告嘛對不對 重點是他過去這三年的所作所為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他的很多的兩手策略 所以一邊宣稱自己是發行維護古蹟 可是一邊根本就就是希望把日程趕走 跟不要讓工商阿姨繼續在裡面導覽 跟說故事 重點是他的這個行為本身 我們覺得就是在減損這個文化資產的價值 而不是在他寫出來的報告是好是壞是幾分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提說 我們覺得重點應該是審查 這個人的資格 而不是審查 這個人的計畫寫得好不好 下一頁 但是讓我們還蠻緊張 到現在都還很忐忑的是說 當天的結論 竟然還是 委員們竟然還是就是發軌請他修改 又給了他兩個月 從去年五月到現在 幾乎已經快要一年的時間 讓他寫一本作文 你會覺得他寫不出來嗎 我們當然覺得他寫得出來啊 對 那重委員的角度 他們是認為說 給了他很多修改意見 他一定寫不出來 就可能有一些委員會抱著 這樣的樂觀期待 那但是從日程的角度 我們是覺得說 不過就是寫個作文抵載 怎麼可能寫不出來 那我們還是覺得 最關鍵的東西是說 這個人他到底 他過去這三年所作所為 都已經違背了 原來保存這個文化資產 要發生的事情 本來我沒有保存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終極的是什麼 不就是在幫整個社會 所排除的新工作者要發生嗎 那今天這個屋主 他完全沒有要參與季運的意思 甚至是要把季運踩在腳下 那你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 期望說 他有做出一個好報告 就代表他是一個好的管理文護人 好 那另一個讓我們很緊張的 這是最後一頁了 另一個讓我們很緊張的新聞是 我們看到都發局長林周明 其實已經被媒體表示說 會把會考慮把羅蒙樓納入公辦都根 也就是說 羅蒙樓過去經過了三年的爭議 好不容易我們去年才把他畫出都根 接下來又要把他納入公辦都根 所以我們其實是會緊張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提先徵收再公辦都根 因為如果今天政府還是沒有一個 就是要把羅蒙樓收歸公有的這個立場的話 那今天即使是進入了公辦都根 我們也可以想像又是一場一模一樣的 以利又之的遊戲 這個投機客 他因為有了非常長遠的投資理財的眼光 所以他綁架了一個非常值錢的羅蒙樓 那今天即使是公辦都根 政府是不是也會讓他繼續討價還價跟代價額 我們目前因為沒有聽到 客市府對於公辦都根有更多的 他的打算怎麼做的做法 所以目前我們當然還是很憂慮 但是從我們角度來說 我們覺得最應該問的是說 一個是市政府到底有沒有同意 要把羅蒙樓送歸公有 第二個是說政府是不是同意 不應該藉由都根 來讓這個投機客和建商 獲得容積的超額的利益 那第三個才是文猛的不外 其實總體的街區來說 就總體的街區來說 我覺得政府現在願意公辦都根 其實可能是件好事 但是也很難說 我說可能是件好事是因為 我剛剛說的他一開始其實就有70%的公有地 所以如果今天地主願意站在 就是公部門願意站在我次最大地主的立場 來重新想這整條這整個街區該怎麼用 包括公有地將來要換回什麼 包括整條我剛剛說一整條街的百年的老房子 如果都可以藉由公辦都根被保存下來 我覺得會是好的方向 可是政府是不是會真的這麼搞 沒有人知道 那這也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就是完全沒有看到的一份 好 先開一根好了 我們就 就是 先到這邊 就是我覺得 好 因為這個案例很複雜 所以 一邊帶大家 對 一邊帶大家了解這個古蹟它過去的歷史 跟我們希望它發揮的運動意義 一方面也帶大家理解投資課的世界 到底 他在看古蹟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融積 看到的是錢 看到的不是古蹟 那也帶大家理解投資課的世界 看到古蹟的時候浮起的樣子 那最後 對啊就是很希望 我覺得講到這邊也夠複雜了 就是想聽聽各位局長們 如果你們今天是文化局長 蘇巴局長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要解決這個案例 你會想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它現在畢竟就還是一個現在進行的事 而且是的確三年多了 從好龍丁一直到科室 那到底會不會有一個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裡有很多可以搞成不一樣的機會 但是 但是明天至少 從明天堂也畢章 我們目前還沒有被納入 這個公蠻不根的統合裡面 我其實不太確定 政府用什麼機制在進行這個公蠻不根 那包括剛才前面說的 我們都還企圖 希望政府可以去徵收它 那這件事情當然也是非常大的挑戰 一個私有腹肌 他從此是私有性質 又有公路的性質 到底那個私跟公之間 大家覺得應該怎麼有立場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然後我想 就比較想要聽聽大家在想什麼 好 好 好 我們先 謝謝 謝謝君主 花了17年的時間 在 在聰根 古墳頭上 做了很大的努力 他自己 他剛剛沒有說 他其實是台大哲學系 但畢業很可以 而且那 二年級的時候 大概上 97年 剛好我那個時候也是大分 那 那 這裡呢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先 非常非常簡單講一下 我們今天整個面對的是一個叫做私有 私有 私有股基 那私有股基 因為他可能是因為有歷史的緣故 不管他比如說 某一戶人家 他們有具有非常好的歷史等等 然後 或在地上有什麼特殊的定位 然後被市政府指定為古蹟 但是 他其實還是屬於私人的 所以 不一樣的人 就會在這個古蹟上看到 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 一面倒的 全部聽到的是 君主告訴我們的 就是 他從 身為一個 禁運 參與者 他看到 吳門樓的時候 他看到是應該要維護下來的 一些 這種 軟體的 歷史上的 這一類的 資產 但是呢 投資客 他可能直接看到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錢 你看到 這是幾千萬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 君主呢 今天來告訴我們 有這麼好的投資的方法 尤其呢 我們也可以 不管我們用極致的方式 我們可以來購買 或者是 我們也知道說 五百萬有人在找寫手 然後 我們有那麼多的學生 有五百萬 這個機會 其實 大家湊一下 應該是可以寫不錯的作文出來 但是呢 一樣 我們 我們在折五呢 我們是很假掰的一個團體 其實 我們 我們 我們不能夠讓故事就這樣子一面倒 所以 就比如說 我們 我們要假裝很客觀的 在 林立廷沒有在場的狀況底下 如果有人便利幫他講話 不管你要從投資客的立場 來說話 或者是都更者的立場來說話 那其實 也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我們先開放 提問 我們先 開放三個提問 好了 就是 你可以從各種的鼓勵 一場來 來問一下君主 好嗎 好嗎 OK 第一位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有談到 就是說 文化局 他現在態度實際是在被動的等司法的探決 但是你沒有太盡力了解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 你們在這中間已經有訴訟了 然後現在進行的狀況 然後這個 就是可能邀請你多講一下 我可以了解一下 好 目前的訴訟狀況 第一個問題 第二 我想問的問題是比較大一點 然後可能跟這個主題 沒有非常意見想緩 就是我聽這個問題是 這一場思編之類裡面 有提到說 就是有錢人可不可以 平平的去賺錢賺錢 就是毫無 不用給他們限制 就是 有錢人賺錢有沒有義務 要負擔窮人 或回饋窮人 大概就是這個 就是 這個議題是比較大的 然後 如果要欠入這個的話 就是那個 烏補他拼命的賺錢 然後貪含是 幾乎是沒有限度的感覺 雖然這樣講好狠 可是 就是他到底有沒有義務 要去負擔這個 古蹟尾 這是我想問的 你自己覺得呢 你自己聽到的問題 就是你的看法 可以想想 其實跟我看法不一樣 都沒有關係 我是真的很 希望大家可以盡量 站在不同的角度來想 那 我的看法 我覺得 還是需要 因為 畢竟有些人 他 很天 他沒有辦法去掌握自己的命運 是什麼 然後他就沒有得到 某些的資產 就是 他的立場 天生條件 就已經站在 不一樣的 不好的起頭點上面 那你 有沒有 義務讓他有 身為人的權利跟價值 然後 政府介入 給他資源 有沒有這個 這個 該怎麼講 我們才會形容 就是有沒有這個 義務去幫助窮人 我覺得 是要思考 就是人 或 就是人 是不是有更高的價值在 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再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那 我們再 請問問題 請問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呃 我的理解 文化 便利為文化責產 包括的普及 當然基本上是 以建築物為主題 那 在一個都市土地裡面 所謂的恩心使用 基本上是因為人的 在一個特定土地的席居現象裡面 他發現原來的居住場域 已經不符合新的生活需求 他要創造在該土地上的 就是說面對新的期望的使用 而要去把舊人被除掉 那我比較不理解的就是說 既然文明龍這一塊基地 的這棟房子被定為普及 那現在所謂的 利用都市計畫更新的這個步驟 要去改變這個block這個街區 那到底您所知道的 整個block的使用 有沒有把這一塊基地 被提出掉 因為這個是 就是說這個 保存的意義是要 留著它的現狀 它代表了某一個文化的意義的存在 不應該被 這一個其他周圍的土地的 重新使用來取代 那我剛剛聽的意思好像就是說 這個現在的整個街區 如果要都根 不管是私人還是公家要去辦 它有要把這一塊基地 剃除掉 那如果剃除掉的話 它剃除掉它原來的 獨立所有權人跟法務所有權人 它在法律 以古蹟的名義被定住之後的 應有的利益 任何人都不可以去剝奪它 所以我覺得很清楚就是說 到底現在這個更新 本身 有沒有把這一塊地 這棟房子 給剃除掉 如果是這個問題 如果把它混為一談 很多問題就講不清楚 但是應該是要把它 所謂剃除掉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它這一塊主地 定住了這一塊基地 誰也都不了它 這是文化 這是古蹟認定的 第一個 第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然後 然後定住了它 不會隨著 時代 的 這一個感驗 而 改變它的狀況 甚至於所謂的維護 就是說 你的這個保護 還要維持它的建築物的 繼續存在 這才是武器的價值 所以說如果說你把這兩個東西 混在一起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 不太容易去把它 記錄它 這個相關性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有三個問題 先讓菊主來回答 我先從最後一個開始問答 我試著講一下 如果沒有講清楚的話 就隨時可以對話 三年前這個建商進場要做都更的時候 摩孟侯是含在這個都更計畫裡的 就是這個古蹟一開始就被含在這個都更的計畫裡 但是這個建商很清楚知道它是古蹟 所以它的硬體不會被動 但是建商之所以想要把它涵蓋進來 就是像剛才過程中 曾經給大家看到一個四億的熔基的圖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一個小小的26坪 但是因為它參與了路根 而且它還可以從此 有古蹟附帶的各式各樣的熔基獎勵 所以其實因為政府的利益是希望 建商可以在路根過程中把這個古蹟收復了 把這個古蹟維護了 但是我剛剛說的是熔基蟑螂也在這個過程中看準了 因為會有這麼多的利益 所以它竟然還下來這個古蹟 但是它的目的是為了謀取那個利益 為了謀取土地的利益 而不是為了謀取這個文化的利益 這樣懂嗎? 所以其實是在過去這幾年裡面 我們花了 就是說其實大家想說在整個都更岸裡面 日日春的角色是什麼? 其實日日春在一般傳統的都更岸裡面 日日春是上不了多的 因為我們既不是都更里的地主 也不是都更里的屋主 我們是誰啊? 我們只是一個陳租墓 對,是一個房客 而且我們是一個過去古蹟的管理人 所以我們其實完全在整個都更岸的討論過程裡面 一般來說日春本來是上不了多的 那可是其實是因為有非常多社會的支持 所以我們才能夠就是從上不了多到片名擠上去 然後到片名的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再為這個古蹟發一點聲音 然後最後才做出來去年9月的時候才把這個古蹟給畫出都更泛紅的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古蹟如果繼續留在這個都更裡面 完全對這個古蹟的文庫是沒有好處的 只是利益到投機客、只是利益到建商而已 所以現在是把它畫出來的狀況 這樣有解答你的問題嗎? 我要說的是更重要的 我曉得了 因為我們有去現任韓國 你知道嗎?一棟建築物 尤其如果說這是沿街型的建築物的話 它建築物本身是有所謂的連帶性的關係 對 你如果說真的要去保存這個東西的話 對不對? 你應該從建築物的構造 連林環都不能拆 對 因為就是說你要看到這個架子 林環一拆可以危害到這棟主建 這個古蹟的本體 所以說你們要做的應該是 不只是把這個window保留下來 而是你們要發揮你們的 古蹟的價值觀的考慮 因為要考慮這個建築物使用上的社會意義的獨特性之外 甚至於你們應該要發揮更大力量去說 如果說它是聯動建築物的話 你們要著力的要更 做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應該是連它的連帶性的建築物都不能回去動 我曉得你的看法 因為這樣子的訴求 才能夠保存一個街區它的那種所謂的社會的價值 那這個面那其他的周圍的 他要站在都市更高的土地使用價值去更新這件事情 那是其他土地的問題 我是要提供你們的思考 就是說真正要追求 而不是為了你只是為了一個日日春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去看這件事情 我就提供你們這樣的思考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而且我剛剛說其實在2006年我們在爭取接指令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希望把一整條街的百年老屋都給保留下來 但是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會很困難做到 這個我覺得是真的需要更多朋友一起進場幫忙 就是說 我剛剛也說了 為什麼會很困難做到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除了我紅樓被指令成國際外 其他都是私有地主 那這些私有地主 除非這邊政府非常積極的站在一個公益的角色裡面進來協調說 保存老房子 跟讓你們可以換到新房子 其實不衝突 我覺得事情才會有急 不然的話就會變成日日春只是一個民間團體 我剛剛說的 我們在這個都根案裡面什麼厲害人也不是 那當今天就是這個都根基地裡面 百分之九十的地主都已經同意要都根了 現在這個基地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建商已經整合到 差不多是幾乎所有的地主都同意要都根的狀態了 只有非常非常少的 大概只有兩三戶不同醫護 但是這些不同醫護就我們側面的了解 大概某種程度也還是在跟建商討價討價的討論 不見得是那種真的不同意一根的狀況 所以是在這種狀況裡面 日春會顯得非常的弱 就是那個力量會顯得非常的小 因為一不小心我們就會插槍手錄 變成說好像我們在反對一個百分之九十九人都同意的案子 可是這個案子明明是有一個共存的解決之道的 就是我剛剛說市政府如果今天他作為最大的地主 他最該出來講說我市政府作為最大的地主 我就是要化回這一排的百年老屋 那事情就解決了 就是本來想換新房子的這些私人地主 還是可以去換新房子 那百年老屋就留給政府 或者是在這過程中政府我剛剛覺得是其中一種想像 當然政府可以進場做更細膩的協調 那我覺得在這種過程 但是因為過去的市政府 並完全沒有人要出來做這件事 連文化族都沒有出來要做這件事 所以整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的辛苦 主要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你的提議是非常貴的 但是我會覺得會非常希望要請大家一起進場幫忙 就是說我覺得只有這個地方有更多人的關注 那個聲音才會更大一些 不然的話就會變得不錯 只有一個就是小小的日程在那邊做 然後剛才糟糕我已經忘了第二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錢人 然後就被抓到 喔 對對對對 我覺得你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就是說我的看法基本上也是覺得 我的看法基本上也認為說 有錢人當然有義務 因為從我的角度 他可以有錢 不是他天生特別英明 而是這個社會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階級的不均 資源分配的不均 那他只是今天僥倖站到那個位置 或者他今天先變的條件好 再加上資源給了他各式各樣的有利 所以他可以繼續靠這個東西為生 可是我覺得 你要就是捐植愛財取之有道 我基本上是反對草地皮喔 就是不要說草古蹟了 我覺得說就是土地根本就不應該拿來炒作 因為我覺得居住就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啊 可是我們在座這些年輕人 誰買得起房子 誰可以 就是在今天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連居住都成了問題的時候 不要說買房子了 你要租到 你的薪水要能夠租到你自己很喜歡的房子 你覺得很舒適的房子 其實都非常的可能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土地根本就不應該被拿來炒作 那我其實也是在這幾年的過程中才發現 台灣原來還有一個已經很久不用的土地法裡面規定說 如果今天是投機客 如果我是靠炒作土地來牟利 可以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這條法令從來沒有實施過對吧 然後土地法裡面也有一條是認為 古基都應該說歸公有 就算他本來是私的 都應該說歸成功的 但這條也從來沒有實施過對吧 就是這些法令大概都是繼承的 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的想法而來的 但是在台灣越來越邁入資本化的社會的時候 其實甚至包括文化資產保存法 剛才給大家看的24條徵收的法原理 本來在大概從民國 就是這一條法律它的原文 在民國70年的時候它的原文裡面 除了因為管理不當可以徵收以外 它還有另一個原因也可以徵收 這個原因叫做不移私有 意思就是說如果有一些主管機關認定 有一些古基它不適合放在私人手上 也可以徵收 那我覺得文猛猴在這裡其實是一個 的確是一個還蠻特殊的案例 是說一般的私人古基 比方說笛化結好了 一般的私人古基可能是因為 你的主上就是有錢的時候 去做生意有錢了發財了 把你家修的美人美貫 所以會變成是古基 可是文猛樓它之所以變成古基 跟這個屋主一點關係都沒有 文猛樓之所以會變成古基 完全不是因為屋主的貢獻而 而是因為過去在這裡工作過的小姐 和在這裡抗爭過的小姐的貢獻 所以我覺得文猛樓我也認為它是一個 不宜私有的古基 是因為一方面它當初被指定成古基 完全和屋主或地主沒關 可是如果放任它在私有財的市場上面 不斷轉手買賣的話 其實它圓埋的那個社會意義 是很可能流失的 那二方面就跟剛才前面大家也講到 比如說樂森 就是我覺得文猛樓這個案例 它也是一個比較爭議性的文化資產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像寺廟啊種植啊 這種大樹啊這種沒有爭議的財產 這個文化資產它其實是一個比較衝突性的 比較爭議性高的資產 所以它如果流落到私人手上 事實上也很容易就是在轉手之間 它的社會意義不一定會被委屈下來 所以我剛才講這些法律 只是讓大家知道說我覺得台灣的法律 其實在某個年代在更早的年代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相對有一個公有的精神的 它未必是完全這麼資本主義的 可是當在94年的時候 因為很多立委他們討論到 我剛剛講的徵收這一條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說如果認定這個古蹟不以私有 會不會侵犯私人的財產所有權 所以就是在這個討論裡面 把它拿掉了 所以他們也沒有想到 真的會發生這些爭議的案例 而且是在一種普遍社會 越來越資本化的年代裡面 開始這些不以私有的條文就不見了 或者像普利法即使存在就不用了 再回來第一個問題是在問訴訟 訴訟是這樣 訴訟其實是三年前當林立廷買下了這個 買下了羅農樓 然後他要求就是趁簽出的時候 我們不願意簽 所以他就去告我們 他告我們 因為叫什麼?侵占 你就想像如果今天是一個房東 你的房東 就是他賣掉了 他賣給新的買主 那新的買主要趕走原來的租客 原來租客不肯走 所以新房東就告這個舊的租客說 你侵占我們的財產 你應該要搬出去 所以我們本來都覺得 在這個司法的路徑上 我們是必輸無名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 中華民國法律是保障私有產權 他如果憑藉他是屋主 要來幫我們趕走 其實我們就是必輸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一省二省 你要說的是 法律也有一個概念是 買賣不夠租令 如果我的租令還在 其實不一定是必輸的 這邊再講細一點就是說 我們跟前任務主打的是不定喜氣約 但是他是口頭約定 因為前任務主就是一個八九十歲的 老先生跟老太太 他們已經沒有在 我們從來沒有簽過法律契約這件事 所以就是一個口頭約定 但是就我所知 就是法律保障的買賣不夠租令裡面 他還需要這個租令 他不但需要有租令契約 而且這契約還要經過法院公正 可是我們既沒有契約 更不要說是公正 所以我們當時就覺得我們是必輸物之一 但是這件事情最近有了一個非常奇怪的 逆轉的發展 就是我們在去年底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收到了三省的結果 三省的結果 是判發回高院分審 也就是說三省沒有賣 三省等於是反而是認定 因為三省是在判斷一二省的法條有沒有問題 所以三省其實是判斷一二省的過程出了問題 所以反而是進入了一個延長賽 就是發回高院要更神 那為什麼三省會有這麼奇特的逆轉判決 因為我們本來都覺得就是必輸了 對 那三省會有這個判決 也不是從文化資產出發 而是從這個屋主的私有財產 是一個不完整的私有財出發 講白了就是文化樓是違建 文化樓是一個沒有房屋的所有權狀的房子 所以他沒有合法登記的房屋所權 所以三省的最高法院認為說 在這種狀況底下 這個林立平等於是 沒有買到房子 對 應該是說他有買到事實上處分權 可是沒有買到完整的所有權 所以他不能夠依照民法說 就是那種很完整的所有權人一樣說 我要排除侵害 我要就是律師村就是侵占我的東西 對 就是他沒有所權 對 所以進入了一個很奇特的 很奇特的延長賽裡面 對 所以現在他到底是不是 法律上的所有權人 也還是一個再爭議的過程 可是我們是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 雖然第一時間知道三省這個結果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都有一點開心 可是我們隨即就開始不開心 因為我們基本上覺得 再怎樣 就算最後日村真的贏了 那也只是因為這個屋主 他現在沒有所謂的所有權 也許也許換就是怎麼講 換成原來跟我們有租約的那個 老爺爺跟老奶奶 他們跟我們終止租約的時候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日村畢竟沒有所有權 我們畢竟就是一個租客 今天可能只是林立平告我們告不成 但是換成原來都不足告我們 搞不好就成了 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最終就 如果這個房子沒有說會公有 他最終對終 我覺得如果還是回到這種 就是私有財的邏輯去處理 我認為不是根本的簡決之道 只是把結果延後而已 或者我們只是贏在這種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並不是因為我們在文化資產裡面 特有的位子被保障下來 好 好 我們再接三個五題吧 好 你好 那個 我稍微 可能有一個套解的方法 有第一個 剛剛談到 因為 之前阿扁上來的時候 為什麼提這個 台北新故鄉 在 就是等於是 日本戰代王後呢 很多的 當時日本人的 他的住宅 撤走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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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就是說 會台北市的人 就是從 別的縣市進來的時候 去佔領 那個空房子 去處理 因為他還沒登記 所以 那個地方 基本上 本來就是 後來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國民黨來的時候 就開始 把他收歸為 是公有的 所以 但是他來的時候 因為變成事實 已經 變成已經有人住 所以說 他們每年 都在繳稅 繳所謂的 黃物水 所以說 現在我剛剛聽那個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會 判決說 他會退回來 就是說 因為他買了以後 這個人是不是 有在繳稅呢 而且這個地是 政府是可以把 收回來 因為他只有地上物 那到時候可以陪上 地上物的 所謂的 你的 你的 營建費用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那我相信 現在突發局局長 林周明 林建築師 我們是都蠻熟的 那我想 在日本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在日本東京 表三道 有一個叫 就是表祥爾的那個 一個 一個 人生改 改造案 也是一個在日本很重要 在東京已經是 討論25年 為了那個改造25年 那安邸忠雄呢 為了這個東西 他去混戰了15年 把他拿下來 那這個很有趣 因為他是一個 日本在二次戰後 第一棟 在東京的8號室的建築 的一個 一個社區群 一個8號室建築 那他們覺得是 在國際上來講 日本第一個 擁有8號室的建築模式的 的建築 事實上 會安 這個案子的時候 後來他們就是 把這個 當地的整個 重新翻建以後 留了一棟 那這個設計 以後就是 那一棟 它的整個造型 就是 整個 新的建築 是整合的 然後所有的當地居民 就挪到 上面是住宅 一樓是商區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可以建議說 就是 杜巴處 杜巴局長 他可以用這樣的案例 事實上 多思考 因為本身他是學建築的 他應該有辦法解決的 然後法規的 就是可以破的 因為另外法規 事實上 就是 紫騰盧 太樂業的舞蹈社 之前 太樂業要 電路的時候 我就有講說 我就跟太樂業他的弟弟講說 你要小心被放火 結果後來被放了 那時候龍一台就說 那時候龍一台也知道說 那我要重建 因為 就是要讓你燒掉 地建築不見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杜根了 就是你的文化價值不見了 但是現在是場域 所以你可以用場域這東西 我是覺得是 我們用這樣的概念去 去談這個問題 然後甚至你也可以 把這個 事實上 里華街內有很多 他的皇子 他也是利用換地的 那只是說 魏吉杜巴處 他現在有沒有辦法 去跟新北市去談 整個 然後就有外地的 他那個整個 上圈進來以後 例如說像義大利有個宰相 他也是 在米蘭的時候 那個拉布倫街 他也是宰相宰的 但是他是世界名店街 那你可以一樓就保存下來 那你那個地方呢 就動一個很簡單 就是一樣是日村 就是所謂歷史性的博物館 或什麼的 那你們就另外再 撥一個給你做辦公室 這我是覺得 這個是可以解決的 那只是說 像之前的所謂的執政者 他的態度是怎樣 我想今天就是 就是 何必上來以後 我們就要用公民的力量 去提出 成立一個團隊呢 就是給他問題 然後也甚至一些選擇提給他 那因為他是滿會選擇的啦 那時候你要給他選擇提的 沒有的話 那就是QA了 我想這是我一個建議 那我是覺得 剛剛那個退回來 他本來就是有些問題 就是因為那個王子 他本來是一上五 但是他只有繳稅而已 台北市是要不合法的 而且台北市還有很多 我都不可以看 都是用這樣的處理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吳宗 對過往的一個人說 那其實 對不起 沒有 我只是想說 在進入下一位之前 就是 我待會兒會想傳兩張牌子下去 就是 如果大家有意願 就是接下來想要 繼續了解我們 我們的事情 或者是參與我們的活動的話 可以麻煩你 有你的姓名 好 然後你的行業 跟你的E-mail 就是讓我們知道 那這樣子 後續有相關的活動 就可以再E-mail 跟大家 這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這裡 就喜歡這樣 就知道 好 剛剛是 剛剛是 文中他做的活動 其實 其實 在歐洲的話 大部分 碰到這類問題的時候 當然就是 你會把建築物 古老的建築的那個利面 留住 那個 那個外殼 大致上都是可以 保留保留 都沒有問題 理念你可以 你可以蓋性的 什麼樣子 大概都沒有問題 但是 而且這是一個 還蠻簡單的 一個技術型的問題 就看 我們會不會做 不過文中他剛剛就是講到一件 重要的事情 柯P他 喜歡的是選擇題 我們要清楚的一個 就是 提案 告訴他說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做 然後 然後 來讓他選擇 所以可以的話 還是 希望大家都能夠 關注這樣的題目的話 都能夠來參與一下這個活動 好 那我們第二個 我們等這個 是 這個 這個是 制定 製機還是 製機是 製機製機 你們有申請到製機製機嗎 當時 在 當時就是申請製機製機 因為其實就我 因為我剛好也帶 差 那種剛好也帶過 那其實就是大家說政府 政府其實政府是一個很出門就是 文化就我知道的文化學常常跟尹建祖吵架 因為尹建祖想要發展 然後文化學說你不能碰我的武器 然後尹建祖就必須在文化學發出之前 趕快就是把它發展起來 那你是市令古籍 其實有錢的是中央 我市是印古籍的話 他的主管機關就是台北市長 你說他都是國有益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案子跟松菸的大學代表都有間諧 我覺得打折打氣 你要跟柯蒂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講文龍龍什麼多國籍 你要講文機 在我看來原來的建商跟魅力的主 都沒有問題 主要是同情感 你要跟柯蒂講說 我現在是在台北施草地 只要這樣是非題 是不是 這個樣子更簡單 他媽想是要讓別人在台北市長壁 加他媽的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跟都根真的沒有關係 其實都根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都根的意義就是說 其實都根為什麼會希望說建商建區 是因為這件事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其實幾每個市政府都沒有錢 那錢花上哪的可能就是101的英國之類的 其實大家都在草沒有錢 那都根所以他們公辦都根優先 就是可以回本 商業一定可以回本 那其實這種住宅啊 或者是文物的很難 不會首先變成公辦都根 一開始營建主發布的覆蓋的概念就是 投資型讓建商進去 那近幾年已經轉換成 變成主人社區居民的 就是他101到104年有一個 營建主發布一個覆蓋行動手冊 我只看到有所資料還沒有持續度過 他現在是轉換覆蓋 變成社區的居民的辦理部份 那一個block裡面 屋主除了那個林小姐之外 還有其他人嗎 有啊 那其他人會反對付根的話 都站在那 那其實多分你們就輸定啊 對啊 因為你們要講的就是 你們反對是炒地皮這件事情 然後你們要提升的是 古蹟的成績 包括 因為其實古蹟文化局 也會找別人去做計劃 可是那個計劃只是參考價值 沒有法定效力 像是 我們現在說 畫定或畫出 都根區域其實 沒有什麼效 因為其實他就算在裡面 他只要畫定的古蹟 他就會不能動 所以你把它提高到成績高一點 包括國賓武器的話 國家的中央比較有錢去我們 因為市政府 而且現在又畫一個部長 之前的文化部長 比較會在大陸 然後現在的 然後你也知道 之前台北市的 其實所有事情 碰到近安都會轉彎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很好的 我們現在是風向轉 真的是風向轉 你看最近 從天到巨蛋 一按一出來 其實大家都在關心那些事情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 我就打聲打氣 就說 你現在唐號的時候 鼓勵炒命 就這樣子 好 非常謝謝這位先生 他把選擇題改一改 其實只有兩個的是非題 但是呢 我們浪費錢 也不是在101 對不對 我們還有世界大學運動 沒睡了 好 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之前讀過 就是類似補館裡面的 藝術體寶物 相對的 他們都需要 就是有專業人士 在維護及修補 那相對的 就是類似說 我們這種是屬於 建築物的補機 相對的他們屬於 建築師或各方面的 那相對的 剛剛前面有 有些人士是提議說 他們能把他 生活就是國家的補機 那相對的 在保存上面 都比較有價值 那相對的 我希望的是說 你們可不可以透過媒體 就是把這個議題炒作出來 因為我是覺得 政府有些時候 不知道是他們重聽 還是已經有問題 常常都是不太理會這些事情 相對的媒體炒作的話 可能會把這個問題提高出來 相對的政府會比較積極 而且我覺得 古蹟維護方面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跟教育部 就是類似說 在學校課程的課綱或課本裡面的 就是教育方式 讓小朋友從小就能夠知道 其實古蹟的話 不見得說 只是服務館裡面有 或者是不特定的某些樓裡面有 然後相對的 他們在我們生活當中也能夠 就是我希望的是 類似說 從小朋友小孩子 他們開始的教育當中 讓他們知道說 你們所學的東西是 與社會議題是能夠結合 那相對的 在保存之後 在古蹟維護上面 不管是市府的 或者是我家的上面之後 可能會有更好的 那相對的 我是覺得說 如果在座有關 有關各位 如果跟媒體界的 能夠多多幫忙 把這個議題炒開 然後把文明老名 給我保存下來 謝謝 所以你非常好的建議 其實我們這裡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媒體 就是回家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FPE 有各種方式 關心這個議題的話 可以存播出去 至於我們學校教育 能不能教這件事情 可能 你也知道 我們的課本要寫五千年 有稍微長了一點 對於這麼短的歷史 常常都寫不進去 這可能還需要努力 好 我們再一個問題 謝謝 你好 我想請問 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想請問 沒有文明樓的 沒有文明樓的日日春 還是不是日日春 那沒有日日春文明樓 還是不是文明樓 所以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想請問 在今天這份簡報裡面 你們日日春對於文明樓 最後很實際的要求 跟想法做法 你們的計畫到底是什麼 那我在這份簡報裡面 我只有看到你一直強調 屋主的獲利是怎麼樣 然後你用你的道德判斷說 他這樣的獲利是好或是不好 然後他拿多少錢也不應該 可是我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跟文明樓本身的存在 有任何的直接的關係 我沒有看到你跟我講說 文明樓這個屋主拿到這塊房子之後 他賺不賺錢 跟他有沒有照顧文明樓 或者是文明樓目前這千年來 實際上因為換了這個屋主之後 他實際遭受到什麼樣的損失 或者是他有什麼樣的變好 我只有提這份簡報 這份簡報完全都沒有提到 所以我還是不曉得說 你一直批著那些人在罵的時候 那跟文明樓到底有什麼關係 謝謝 非常嚴肅兩個哲學的問題 第一個是本體論上的 就是 就是 他的存在 文明樓存在跟就是 什麼存在到底 是不是 存此相依的關係 第二個真的是 直接就是 道德的問題了 那我們 哪個屋主 回應一下 我覺得非常謝謝很多問題 就是 我覺得對我來講 羅農樓的 終極的使用 我剛剛其實前面有提到 不知道講得夠不夠清楚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房子 他既然是因為 反費艙運動 而被指定成牌跡的 那其實對我來說 他不太是一個 走路歷史的博物館 或者只是一個展覽館 而是 我們現在台灣的法律 大家知道嗎 台灣的法律 現在是怎麼在對待性工作者 在台灣的法律裡面 現在全人的性交易 還是處罰的 槍表皆罰 除非地方縣市政府 有成立合法的工作地點 但是沒有地方縣市政府有 所以全台灣性交易 都還是一個處罰的狀況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羅農樓的存在 他最核心服務的目的 應該是如何讓這個過去 就是說他在台灣在歷史上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合法的 但是在成人免費倉跟 就是整個法治裡面 目前已經是越來幾乎是全面 非法化跟全面地下化的狀態 那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房子的使用應該是扣著 我們的社會如何去面對性工作者 如何去面對成人性交易 這樣一個嚴肅的公共真正的議題 跟如何去面對這個議題背後反映的 很多的性道德的污名 我覺得他最核心的作用是這個 如果我們今天回到文化資產的維護來說的話 文化資產的管理維護裡面 就是覺得最好的古蹟應該是什麼目的 就是最好的古蹟最好的管理維護方式 其實就是維持他原來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對我來說最理想的狀況 文化樓應該是一間倉管 為什麼不是 對不對 就是在台灣 我們到處都有非法的性交易的羊頭店 可是就是不能夠直接的出現 我就是倉管、我就是性交易 這其實是我覺得台灣社會裡面 一個很值得去想的問題 這一年來有這麼多名人外遇 不管是彎彎、九把刀 到陳偉廷的性騷擾也好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的社會其實很缺乏一個更複雜的去討論 性、親密關係的這樣的空間 那其實台灣也是在缺乏去更正式性工作的 這樣的社會環境裡面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性交易還是非法的 所以對我來說最理想的狀況 文化樓它就是一間倉管 可是現在因為法律禁止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做倉管 但是我們退而求其次 我們在這個倉管裡面 仍然是不斷地在用我們活著的 就是不管是透過導覽也好 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也好 透過阿姨的性教育也好 其實我們是在裡面開創很多的討論的空間 是希望這樣的話題 在這個社會裡面還有一個土壤可以去發生 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況是這個 所以我當然某種程度也是用這個指標 在衡量說這個統計課距離它有多遠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對我而言有錢也不是罪 如果今天這個投資客他有錢他真的發心想回我 其實對我而言最理想的狀態就是他也想要來一起搞紀錄 他也想要一起來維護 就是他怎麼看待這個社會過去曾經排除了性工作者 而一群新工作者在這裡面繼續發生 他如果願意一起參與對我來說是最理想的狀態 所以我某某不是非日日春不可 但是我某某對我而言他是非紀錄不可 懂我的分別嗎? 就是我不是在爭日日春的經營權什麼的 而是我在爭說這個普基維護下來 他到底是不是要為這個在現在整個社會體制裡面 被排除的性工作有一個發生的空間 對我而言如果這個屋主他願意參與這件事 我們絕對樂見習成 可是如果這個屋主他一方面要用著這個價值賺錢 然後一方面又要把性工作者趕出去 那我完全看不出來他想要用什麼方式來管理我的這個空間 他過去這幾年 為什麼我剛剛在簡報裡沒有特別講這幾年 就是他做他對這個空間做了什麼? 因為過去這幾年來一方面是日春不可搬家 所以而且三省還在持續中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原來就是繼續使用這個空間的主體 對那二來這個屋主他有他名下有非常多的房產 他買這個房子也不是為了居住 所以他自己其實也沒有住在這 他其實連來窩夢樓的時間可能連一天都不到 那他做過的事情是什麼? 他說他曾經邀鐵板燒師傅來窩夢樓看 來看這個窩夢樓 我不知道他是想像窩夢樓要變成鐵板燒的空間嗎? 還是變成什麼? 他還做過什麼? 他曾經透過窩夢樓的點了 就是那個窩夢樓的台點 就是他曾經在 我真的沒有很想搞到的指控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 就是說他要趕走日春趕不走 所以他某一天星期天的晚上 他就自己偷偷地來把窩夢樓的排列 跟那個牆上的領陽港 當台北市長的時候的公告 整個搬走了 然後我們隔天來上班大吃一驚 想說天啊窩夢怎麼被搬走了 然後我們就發陳正信凱跟他說 你這樣是偷竊 然後過了兩天以後他就自己摸摸鼻子 就再把那些窩夢給掛回來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你自己圍埋了這個房子以後 所有東西都是你的嗎? 至少他前面幾年是帶著這種 子高氣昂的方式來跟我們溝通 那所以我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能夠看到的東西是這些 就聽不太出來他有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他還做過什麼事 再來就是因為文化局要求大家寫管理文部計畫 所以他打電話打了一圈 就是給所有 可能文化部有給了他文資委員的名單 他就一個一個打去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很想發包很想花錢 找人幫他寫報告 可是大家覺得這個動作是真心的嗎? 這個動作並不是在他買股 在他買這房子之前 他已經知道他是股基了 可是他從來沒有提過任何的想法 可是到文化局寄出要徵收了 才開始拚命找了寫手 拚命就是花錢 對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比較是在驚演他的這些舉動 那比較是從他這些行動裡面在看 對 對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都需要做結束 還有 沒有問題了嗎? 沒有嗎? 沒有 那我們 最後還是讓 台上君主就是再次對我們做一下呼籲好了 就是我們能夠做什麼 我們在這裡 然後我們能跟你一樣的方式 能夠來跟你們合作 然後我們作為結束 好 謝謝 對了 剛才前面有幾位朋友都在建議去找科皮啊 其實我們選前 在選舉前就找過了 嗯 這邊我們先稍微講一下 然後再 對 選前 其實我們一度有一點驚訝 因為我們當時其實也是在問 其實我們是問了七個市場候選人嘛 我們本來想每個都問 但其實真的後來是時間的感激 所以我們問了其中三位 就是連勝文、科皮跟洪光源 好 我們今天在網站上方實在給大家猜猜看 猜猜看 猜猜看 誰的回應是一片空白 誰的回應是中規中矩 誰的回應是最有誠意 但是如果 對 大家都知道最有誠意是洪光源 那大家猜誰是一片空白 誰 柯文哲 欸 欸 連勝文 好 答案是柯文哲 老實說 我自己作為一個居中聯繫的人 當時是非常的不敢相信 因為我是覺得說 欸 柯文哲在很多地方 其實都比連勝文顯得更有想法 可是他 對比這個議題 之前在選前有 在11月初我們去找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共花兩個月聯絡 從9月聯絡到11月 已經算給夠多時間了吧 但是 柯文哲總部這邊是完全沒有回應 然後我們去 一開始去見面的時候是領事員出來 那 他就在講 反正總之他們推脫的理由 包括了 包括了 這個是屋主的私權 我們很難介護私權 我大家聽到就是真的是三條線 就覺得說 這到底是屋主的私權 還是市政府的公共 就是還是市民的公共產 你當然可以說他私權 但是市政府難道沒有一個 就是打算從公共介入的這個企圖嗎 所以我們其實在選前三天 因為當時總之選前三天 因為柯P他們在文化局長林選委 有會的競爭會上 也被競爭再度問到文文樓的問題 而且他們當場也是處在一種 就是打得很糟的狀況 不但空白而且打得很糟 就是一副說 就算前任決定的徵收也沒什麼不可逆的 然後我們就快昏倒了 我們想說天啊 我們好不容易爭到說 前任的文化局長 願意說要徵收 你竟然說沒什麼不可逆的 我們就 不是柯P說的 是姚立民說的 就是他的選舉的總幹事說的 所以我們選前三天 就再去找了一次柯文哲 那這一次他就派了張景森和許立民 白安九 所以這一次張景森來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的是談公辦不更 那他的公辦不更的想法 如果就當天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就 他就總體的街區的想像來說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他其實也是一進入現場 就知道了 原來這裡有就是將近一半的公有地 還有這裡有一整排百年的老房子 所以他其實是有甚至的 但是我覺得就文夢樓正義來說 其實我覺得張景森想的公辦不更 也比較是用利益來交換的方法 就是他基本上覺得這個投資客 也是有這個投資的權利 所以呢 這個 所以我覺得他想像的公辦不更 其實也是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用利益來交換 對 我市政府願意出高額的容積 那你投資客又不願意把房子交出來 那 所以我覺得這邊當然還有很多的未知數 那這也是我們剛剛說 所以 其實選前經歷了這一場以後 現在市政府就我所知已經是高度烈管 我摩摩摩這個案子的狀態 就是 副市長林青龍其實是一個 號稱是都根一把手 就是他也是台南鐵路東移 當時在台南是主導這個案子的副市長 所以 其實他被都根是非常有經驗 但是很粗的來分也是開發派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裡有一點吊詭 就是說我們看到副市長林青龍 他我說在台北市 在他上任之後他其實提出來 因為公辦不更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柯文哲很重要的政見 他說要公辦不更蓋出公共住宅5萬戶 來提供給就是輸出不賣的住宅 但是林青龍想要蓋出這5萬戶的方法是 他要跟建商用超額容積來交換 什麼是超額容積 大家在剛才看完那個圖以後 有一點點概念了嗎 就是基本簡單說容積就是拿來蓋房子 可以換錢的 那他要給建商超額容積的意思就是說 很可能我只能說很可能 因為現在也沒看到釋金 但是他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可能是給建商比原來法定容積 更多的容積來交換 例如說這邊規定只能蓋隨便講 這邊規定只能蓋10層樓 可是我給建商蓋成15層 那多出來的容積裡面 有一半拿來當公共住宅 一半拿去獎勵建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政策裡面 其實是一個兩面刃 他看起來好像一邊符合的公義 可是一邊其實又是繼續 從我的角度我其實真的覺得台北市 不需要這麼多房子 如果你們知道台北市的空屋率已經是7% 我們平均每14間房子裡面 就有一間是空屋的話 我其實真的不覺得台北市現在是需要一直蓋房子下去 而是我覺得台北市的居住政策 其實應該反而是真的是要重重打擊投資 跟讓這些空屋可以釋出來 可是因為總體的土地稅其實都非常的低 所以讓很多人還是可以藉由長期持有空屋來炒地皮 這些細節先不論 但是我就是想讓大家先知道這個概念 那知道這個概念跟背景的意思是說 雖然我覺得科幣就是最近幾天 他當然在很多的爭議案上表現得很不錯 在大巨蛋啊在各種案子上表現得好像很有價值 很願意挑戰財盤 但是我說他是兩面任就是說 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副市長林金榮 他基出來的這種方法 是用超額的容積在交換公共住宅 看起來好像符合公益的 但是同時又做了 又讓這個台北市的開發強度更高 讓健康賺更多 所以回到黃黃龍一樣 我們為什麼還是很擔憂 為什麼還是很擔憂他的公辦都更會怎麼做 或者他的徵收到底會不會搞下去 就是因為還在觀察還在檢驗我們的這個心事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思維來處理這些爭議 那所以的確會想要邀請大家是說 剛才有講就是屋主提出管理文物計畫不見的時間 直到3月10號 所以到3月底大概還會再有一場大會 是來審查這個林立廷 到底符不符合我夢頭的觀念資格 所以所以從可是因為剛才也說了 總體的方向對日春是不利的 因為目前的方案都是還是在審查他的計畫內容 而我們沒有那麼樂觀 我們覺得在內容的層次很容易做比賽交完老師 但是我們很不希望新的市府 真的就是用這種方式讓他過了 所以我們在應該再年前吧 在農曆年前我們會再辦一次尾牙 也要就是關心我蒙龍案子的朋友 可以一起來跟我們聊聊說 在接下來這兩個月裡面我們可以如何計畫 如何就是我們可以怎麼發握我們的公民力量 一起來監督這個新的市府 他在面對台北市第一期私人鼓計畫入更的時候 到底他的態度是什麼 到底他們會用什麼樣的作為來處理這個文化公共財的爭議 所以如果剛才有留E-mail的大家 就是我們會來發訊息給各位 然後也很希望邀請大家 如果關心他的話就是有機會可以來走走 來聽阿姨的導覽 然後從此也跟我們一起討論 接下來可以怎麼做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一起結束 但是呢這個場地大概還可以還可以再管理一下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什麼任何意見的話 都可以直接跟郡主就是公平討論 然後呢